17年8月29了吧 应该是一个星期二 135挺王 246挺习 星期日休息 今天我想谈一谈习近平的话题 在开始这个主题之前 我想请允许我花一段时间解释一下喝酒 有个别人不怀好意的说 李洪宽老在这个镜头前晃这个酒显得很漏 尤其是红酒怎么可以加冰块喝呢 这个他不知道李洪宽的背景 李洪宽是学化学出身的 化学天才 没有不懂的化学问题 这个问题我一般是不屑于回答的 但是今天没事咱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这个酒啊是自酿的 我之所以在镜头上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因为我在向全世界的华人 推广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就是让你彻底颠覆 过去你对于酒类 对于酒的认识 注意啊彻底颠覆 就是你要把过去所有的 关于喝酒的知识 全部抛弃掉 那个重新开始认识酒 酒怎么样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 一个乐趣 一个饮料 更重要的是一个 一个养生 一个健身 这么一个好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 花了好几年的功夫 研究出这个东西来 那么你过去喝的呢 都是商业酒 你所形成的那些认识 包括红酒不能这个 加冰喝啊 对吧 它有它的道理 因为那个是商业酒 咱们这不是商业酒 我自己酿的这个酒 在这个配方的时候啊 在酿的时候呢 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浓度了 就说加了冰块之后 冰块一稀释 那个喝的那个口感呢 正好是需要的一个好的 那个那个口感浓度 所以说夏天 我自己酿的酒呢 浓度上要高 差不多30%左右 那么加几块冰块喝下来 正好啊 最佳的效果 传统的知识 喝商业酒 形成的那个知识啊 是说白酒 白葡萄酒 可以冰镇了喝 也不主张加冰块啊 因为加冰块之后 它稀释了 口感不对了 红酒呢 就最好就说室温喝 室温就温度 就不一定降温喝 这个是那个时候 和我们自己酿的酒 没有任何关系啊 咱们可以抛弃那些错误的知识 当然有些人呢 没有我们这样的化学功底啊 他就没受成规啊 以为那就是绝对真理了 错 生活当中的绝对真理 要去自己 要自己去探索 自己去摸索 不断的跟高人去求教 不断的跟同人之间 大家聚下来喝一喝 那个三国力不是讲吗 一壶灼酒喜相逢 为什么要加一个灼字啊 就是不透明啊 就是浑灼啊 它是有它的特别含义的 我今天就给大家留个作业啊 请大家去Google一下 百度一下 为什么是一壶灼酒喜相逢啊 这个我今天先这个卖个关子啊 还有个别人攻击我说 为什么戴墨镜 其实我前面解释了啊 室内戴墨镜啊 按照传统的说法 纯粹装逼啊 在我这不是 我是鼓励 我是鼓励更多的人 戴着墨镜 甚至戴上口罩 上镜啊 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克服恐惧 为什么呢 咱们中国人啊 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年代 受共产党的这个压迫 我们自动的就觉得 说一些话就是犯罪啊 这个是一种非常落伍的观念 我们必须要克服它 我们要一步步来啊 我们要一步步来啊 可以大家锻炼着 想说话的 想上镜的 我鼓励大家弄个墨镜啊 大一点的 弄个蛤蟆镜戴着啊 还可以戴个帽子啊 再再不行的话 戴个口罩 那口罩就最好憋了啊 就是试着说啊 表现自己啊 锻炼自己的演讲能力啊 变就是说 让让这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面貌 去这狗在捣乱 去跟大家去交流啊 这个非常重要 不是说我领患要装逼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纯粹是引领一种风潮 觉得戴着墨镜 室内也可以谈非常严肃 非常正经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戴墨镜的一定都是坏人啊 都是要骗你上床的 没事啊 没那事啊 在我这不存在 那么今天就进入正题 讲一下这个习近平啊 习近平我们讲讲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难处 他现在非常难啊 就上一次 昨天啊 讲了这个习近平啊 就是说要要整顿这个中央军委 他把中央军委的这个全部啊 就地免职啊 就要重新筛选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很明显吧 他不信这些人 他不相信中央军委现在这些高级指挥官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指挥力量 他不信这个东西 他又没有办法一步就位 往前挪 就把军队从这个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彻底隔离 军队啊 是一种武力啊 它是一种按说 按照正规的说法 军队是不应该介入中国的政治斗争的 就是说军队应该保持中立 就是这个军队 他不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 他应该属于中国人民 就是属于国家 就是军队国家化这个概念 在国际上是流行的 它是一种进步的观念 他不应该属于某一个团伙 像中国共产党 他不应该 这个从根上就是错了 从苏联学来的那个党指挥枪 这把中国人给害苦了 所以中国未来 未来在民主化的过程或者之后 军队一定要退出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一种文明 必须是懂基本礼貌的人 按照罗伯特意识规则坐下来 大家讨论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来 和军队没关系 不要跟我动武 你任何人可以提任何意见 但你可以文明的谈判 最后妥协 达成一个民主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正常的文明国家都做的 那么现在中国呢 实际情况是做不到这一点 习近平接的这个摊子 他现在还不能够让军队 退出中国的政治斗争 那么他现在就是抓军权 抓军权因为他现在呀 自己这个学识也比较差 这个学历也不够 实际上是而经常闹笑话 什么左手阅兵啊 什么这通双宽衣啊 笑死人 所以在军队里他是没有威望的 尤其是王岐山在过去这几年 五六年以来啊 在习近平给他埋了很多桩啊 挖了很多坑 让习近平在军队里的威望 降到了最低点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我过去讲过哈 就是习近平最欣赏的一个大秘 不是大秘啊 对不起 就是一个秘书 叫钟绍军 这个人是在中国中央办公厅 是他信任的人 从浙江带过来的 那么他呢 在薄熙一来 这个倒台的过程中啊 是出卖了最高机密 接受了这个徐明 两千多万的一个贿赂 就把中央关于抓 抓薄熙一来的这个决定 告诉了这个徐明 后来这个徐明落到了 王岐山手里 一打徐明就招了 说我贿赂了两千万啊 这样的事 按说按照正规的说法 不管是私家法 还是国家的法律 钟绍军就去坐牢啊 应该就抓起来啊 由于很复杂的原因啊 钟绍军他舅舅 跟彭丽媛关系非常好 那么他舅舅是找了彭丽媛 彭丽媛就跟习近平说了 习近平实在是不忍心 把这个把这个人才啊 去抓起来让他坐牢 所以习近平最终是把他 派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 当了这个 还是他最信的过的人 这个消息本来是保密的 结果王岐山把这个消息 给卸出去 搞得全世界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觉得你想 那军长啊司令 怎么能服这些人 那不可能吧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 我的老乡彭丽媛 著名歌唱家 少将啊 因为唱歌唱得好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少将军衔啊 他曾经拿了派人拿了 十公斤黄金啊 十公斤黄金 去去给这个古军山 这个事本来也不知道 古军山收到之后 一看我这彭丽媛给我 那我哪敢要啊 又不好意思退回去 他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那么后来他把这个 十公斤黄金贴了个条 就放在这个办公室脚了 后来不是整他的时候 就落到王岐山手里 王岐山咔啦一下 又这是败坏这个 习近平的一个 一个好事 又把这个消息又给 散布出去 很多人知道 包括刘元啊 包括刘元啊什么的 都知道啊 刘元就是在这个 事业上干部 电话会议上大骂 就是点名批评彭丽媛 说这唱歌怎么可以当 当烧家 开玩笑了 实际上就是拿十公斤黄金 这个事 就是让习近平主席 在军内的威望 跌到了第一点 这些事 如果是能盖住到 按照中共的这个 他们党的这个 就是你别散出去 家丑不外扬 还可以糊弄一些军头 你现在习主席 没有办法指挥这支军队 所以他只能是把 中央局委的高级指挥官 全部换掉 全部免职 那么用谁 那么他在慢慢的 一个个挑选 那么哪有人啊 习主席过去 他没有人才啊 你想干事 一个政治家 自己笨一点没关系 自己笨一点没关系 只要手下有人 会用人 你看曹操 曹操自己本事也不高嘛 他会用人呢 三国当中 最终他胜出嘛 这个现在也是这样的 你政治斗争 你现在习近平手下用的 就没有高人 没有能人 能人都不敢投奔他 那么现在在他身边的 都是一帮谄媚小人 都说好话拍马屁 你看大街上 就是那种 毛时代那种 非常令人讨厌的 那些 那些夸大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东西 感觉到文革回潮 全是这个东西 那么 让老百姓 不仅仅是军方领导人 对习近平没有信心 关键是 社会的精英 对习近平 都没有信心 就是 我还怎么回事啊 企业家都是 今天就 今天不知道明天 会不会牵扯到政治道中去 因为现在这个反腐已经 已经乱了套了 现在这个反腐啊 选择性反腐 完全失去了道义 没有道义啊 就是被抓了 只是人倒霉啊 被抓了倒霉 不是说他 他最坏的啊 他不是说 现在整出了所谓大老虎 一定不是最贪的 最贪的还没抓出来呢 那最贪的像朱镕基最贪 温家宝也贪 那个王岐山更贪 其实习近平自己 他也知道 他的姐夫 他的姐姐 也是不干净的 房地产当中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这些钱都是进步是推销的 那在这么一个局面下 习主席 怎么样让自己的晚年软着陆 怎么样不至于说 最后让老百姓革命 把他抓起来 推上街头 砍头 那种 那种 那种悲惨的结局 甚至我的老乡彭丽媛 我心爱的歌唱家 他也赔了仗 就是 怎么样避免那个局面 我问了很多人 没有人能够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 等于是开着一辆 卡车 国家经济在走下坡路 这卡车的刹车坏掉了 这个刹车坏掉了 所以只能最后是车毁人亡 我 那说实在的 我很为习近平担心 那个我的老朋友 罗宇 罗宇 写了十几封公开信 让习近平 这个痛下决心 学 蒋经国 关键时候放弃权力 放弃权力 把权力 交给人民 当然这个交的过程中 应该 这是个 这是个高技术活 一定要让 这个 转变的过程 别失控 别让那些暴民走上街头 见了军人就打死 见了军车就烧掉 见了大楼都放一把火 泼一桶汽油 把它点着了 那样的话 就是一种物质的极大的毁灭 我们中国人民 我们的农民工 辛辛苦苦奋斗了二三十年 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 那么这个物质财富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政治制度 极其不合理 私有财产权得不到 应有的法律保护地位 这个是共产党的传统 这个传统早就到了 应该彻底中断 这个向普世价值看齐的时候了 否则 中国没有前途 现在最有可能搞改良 让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 是习近平 习近平的位置很好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么习近平能不能听懂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相信 你让我跟街道的大妈一讲 大妈都能明白 习近平应该搞民主了 再不搞 不仅仅是国家 毁在你的手里 你自己的家人 你自己的家人 你的后代 都会成为中国人 唾骂的对象 所以习近平主席 该醒醒了 一三五挺王 二二四六挺习 我是李宏欢 在过程中 是出卖了最高机密 接受了这个 徐明两千多万的一个贿赂 就把中央 关于抓 抓薄熙来的这个决定 告诉了这个徐明 后来这个徐明落到了 王岐山手里 一打 徐明就招了 说我贿赂了两千万了 这样的事 按说 按照正规的说法 不管是私家法 还是国家的法律 中少军就去坐牢 应该就抓起来 由于很复杂的原因 中少军他舅舅跟彭丽媛 关系非常好 那么他舅舅是找了彭丽媛 彭丽媛就跟习近平说了 习近平实在是不忍心 把这个人才去抓起来 让他坐牢 所以习近平最终 是把他派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 当了这个 还是他最信的过的人 这个消息本来是保密的 结果王岐山把这个消息 给卸出去 搞得全世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觉得 你想 那军长啊 司令怎么能服这些人啊 那不可能吧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 我的老乡彭丽媛 著名歌唱家 少将 因为唱歌唱得好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少将军衔 他曾经 派人拿了 十公斤黄金啊 十公斤黄金 去 去给这个 古军山 这个事本来也不知道 古军山收到之后 一看 这彭丽媛给我 那我哪敢要啊 又不好意思退回去 他也不理解 是什么意思 那么后来 他把这个 十公斤黄金 贴了个条 就放在这个 办公室脚了 后来 不是整他的时候 就落到 王岐山手里 王岐山 喀啦一下 这是败坏 这个习近平的 一个好事 又把这个消息 又给 散布出去了 很多人知道 包括刘元啊什么的 都知道 刘元就是在这个 事业上 干部 电话会议上 大骂 就是点名 批评彭丽媛 说这唱歌 怎么可以当 当烧家 开玩笑了 实际上就是 拿十公斤黄金 这个事 就是让习近平主席 在军内的威望 跌到了低点 这些事 如果是能盖住到 按照中共的 这个 他们党的 你别散出去 家丑不外扬 还可以糊弄一些军头 你现在 习主席 没有办法 指挥这支军队 所以他只能是 把中央局委的 高级指挥官 全部换掉 全部免职 那么用谁 那么他在慢慢的 一个个挑选 那么哪有人啊 习主席过去 他没有人才啊 你想干事 一个政治家 自己笨一点 没关系 自己笨一点 没关系 只要手下有人 会用人 你看曹操 曹操自己本事也不高嘛 他会用人呢 三国当中 最终他胜出嘛 这个现在也是这样的 你政治斗争 你现在 习近平手下用的 就没有高人 没有能人 可以当烧家 开玩笑了 实际上就是拿 十公斤黄金 这个事 就是让习近平主席 在军内的威望 跌到了低点 这些事 如果是能盖住到 按照中共的这个 他们党的 你别散出去 嫁丑不外扬 还可以糊弄一些军头 你现在习主席 没有办法指挥这支军队 所以他只能是把中央局委的 高级指挥官 全部换掉 全部免职 那么用谁 那么他在慢慢的一个个挑选 那么哪有人啊 习主席过去他没有人才啊 你想干事一个政治家 自己笨一点没关系 自己笨点没关系 只要手下有人会用人 你看曹操 曹操自己本事也不高嘛 他会用人呢 三国当中最终他胜出嘛 这个现在也是这样的 你政治斗争 你现在习近平手下用的 就没有高人 没有能人 能人都不敢投奔他 那么现在在他身边的 都是一帮产媚小人 都说好话拍马屁 你看大街上就是那种 毛时代那种 非常令人讨厌的那些 那些夸大的 那个 那个东西 就感觉到文革回潮 全是这个东西 那么让老百姓 不仅仅是军方领导人 对习近平没有信心 关键是社会的精英 对习近平都没有信心 军事国家怎么回事啊 企业家都是今天就 今天不知道明天会不会 牵扯到政治道中去 因为现在这个反腐已经乱了套了 现在这个反腐 选择性反腐 完全失去了道义 没有道义 就是被抓了 只是人倒霉 被抓了倒霉 不是说他最坏的 他不是说 现在整出了所谓大老虎 一定不是最贪的 最贪的还没抓出来呢 那最贪的像朱镕基最贪 温家宝也贪 那个王岐山更贪 其实习近平自己 他也知道 他的姐夫 他的姐姐 也是不干净的 房地产当中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这些钱都是进步是推销的 那在这么一个局面下 习主席 怎么样让自己的晚年软着陆 怎么样不至于说 最后让老百姓革命 把他抓起来 推上街头 砍头 那种悲惨的结局 甚至我的老乡彭丽媛 我心爱的歌唱家 他也赔了仗 就是 怎么样避免那个局面 我问了很多人 没有人能够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 等于是开着一辆卡车 国家经济在走下坡路 这卡车的刹车坏掉了 这个刹车坏掉了 所以只能最后是车毁人亡 我说实在的 我很为习近平担心 我的老朋友 罗宇 自动的就觉得 说一些话 就是犯罪 这个是一种 非常落伍的观念 我们必须要克服它 我们要一步步来 我们要一步步来 可以大家锻炼着 想说话的 想上镜的 我鼓励大家 弄个墨镜 大一点的 弄个蛤蟆镜 戴着 还可以戴个帽子 再不行的话 戴个口罩 那口罩就最好憋了 就是试着说 表现自己 锻炼自己的演讲能力 就说让这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面貌 去 这狗在捣乱 去跟大家去交流 这个非常重要 不是说我领患要装逼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纯粹是引领一种风潮 觉得戴着墨镜 室内也可以谈非常严肃 非常正经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戴墨镜的 一定都是坏人 都是要骗你上床的 没事 没那事 在我这不存在 那么今天就进入正题 讲一下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 我们讲讲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难处 他现在非常难 昨天讲了这个习近平 就是要整顿这个中央军委 他把中央军委的这个 全部就地免职 就要重新筛选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很明显吧 他不信这些人 他不相信中央军委 现在这些高级指挥官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指挥力量 他不信这个东西 他又没有办法一步就位 往前挪 就把军队从这个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 彻底隔离 军队是一种武力 他是一种按说 按照正规的说法 军队是不应该介入中国的政治斗争的 就是说军队应该保持中立 就是这个军队 他不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 他应该属于中国人民 就是属于国家 就是军队国家化这个概念 在国际上是流行的 它是一种进步的观念 他不应该属于某一个团伙 像中国共产党 他不应该 这个从根上就是错了 从苏联学来的那个党指挥枪 这把中国人给害苦了 所以中国未来 未来在民主化的过程或者之后 军队一定要退出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一种文明 必须是懂基本礼貌的人 按照罗伯特意识规则坐下来 大家讨论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来 和军队没关系 不要跟我动武 你任何人可以提任何意见 但你可以文明的谈判 最后妥协 达成一个民主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正常的文明国家都做的 那么现在中国呢 实际情况是做不到这一点 习近平接的这个摊子 他现在还就 形成了一个知识 是说白酒 白葡萄酒 可以冰镇了喝 也不主张加冰块 因为加冰块之后 他稀释了 口感不对了 红酒呢 就最好就说室温喝 室温就温度 就不一定降温喝 这个是那个说 和我们自己酿的酒 没有任何关系 咱们可以抛弃那些错误的知识 当然有些人呢 没有我们这样的化学功底 他就没受成规 以为那就是绝对真理了 错 生活当中的绝对真理 要去自己 要自己去探索 自己去摸索 不断的跟高人去求教 不断的跟同人之间 大家聚下来 喝一喝 那个三国力不是假吗 一壶灼酒 喜相逢 为什么要加一个灼字啊 就是不透明啊 就是浑灼啊 它是有它的特别含义的 我今天就给大家留个作业啊 请大家去Google一下 百度一下 为什么是一壶灼酒喜相逢啊 这个我今天先 这个卖个关子啊 还有个别人攻击我 说为什么戴墨镜 其实我前面解释了啊 室内戴墨镜啊 按照传统的说法 纯粹装逼啊 在我这不是 我是鼓励 我是鼓励更多的人 戴着墨镜 甚至戴上口罩啊 上镜啊 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克服恐惧 为什么呢 咱们中国人啊 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年代 受共产党的这个压迫 我们自动的就觉得 说一些话就是犯罪啊 这个是一种非常落伍的观念 我们必须要克服它 我们要一步步来啊 我们要一步步来 可以大家锻炼的 想说话的 想上镜的 我鼓励大家弄个墨镜啊 大一点的 弄个蛤蟆镜 戴着啊 还可以戴个帽子啊 再再不行的话 戴个口罩 那口罩就最好憋了啊 就是试着说啊 表现自己啊 锻炼自己的演讲能力啊 便就是说 让让这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面貌 去这狗在捣乱 去跟大家去交流啊 这个非常重要 不是说我领患要装逼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纯粹是引领一种风潮 觉得啊 戴着墨镜 室内也可以谈非常严肃啊 非常非常正经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戴墨镜的一定都是坏人啊 都是要骗你上床的 没事啊 没那事啊 在我这不存在 那么今天就进入正题 讲一下这个习近平啊 习近平 我们讲讲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难处 他现在非常难啊 就上一次 昨天啊 讲了这个习近平 呃 就是说要 要整顿这个中央军委 他把中央军委